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学习UNIX多现场程度设计 今天是4月1号,云云节 大家有没有被愚弄或者去愚弄别人呢 我不是很喜欢过这个西方的节日 所以我就不带责任的去捉弄大家了 我们来开始我们的课程吧 今天我们学习到了多现场不控制的第四个课程 现场的同步 那么在整个多现场里面里面 现场的同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也是一个难点 需要大家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学习它 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课程目标 掌握现场同步的方法 这个同步的概念非常的大 我们来看一下重点难点 掌握护持量、读写锁、调节别了等等这些的区别 合理的同步避免思索 口红目标如何去避免一个思索 护持量和读写锁有什么区别 练习同样的我们一小节课后都有自己的练习 到时候给大家告诉一下就行了 参考课是1.5课10 大家从课10可以看出来 同步这一课的安排的课10非常多 有可能的1.5课10还不太够 我是灵活变动的 但是也不会操作太多 从会说明了这个同步的非常重要的概念 大家需要仔仔细细的去学习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知识点 护持量 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要使用护持量 提出一个概念 当多线程共享命程的时候 需要每一个线程看到相同的视图 我们知道所有的线程它是共享进程的一个空间的 所以很有可能去多个线程同时去修改一些变量 那么当一个线程去修改变量的时候 而其他线程在读取或者修改这个变量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一个同步的概念 那么关于同步第一节课我就已经介绍了 有些事情不应该同时发生 我们需要一个机制去防止它同时发生 这就是同步 那么多个线程同时处理一个变量 很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可预期的效果 所以我们需要涉及到一个同步的概念 为了确保它们不会放到无效的变量了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引用一个新的概念 那就是护持量 随便的护持就是不能同时发生 这就是一个同步的效果 在变量修改时间 多于一个重处去访问周期的处理器中 当重处去的读和写这两个周期交叉的时候 这种潜在的不一致性就会表现出来 当然这个是与处理器相关的 我们做的是可一致程序 我们不能对处理器做任何假设 下面有一个图给大家举出了一个例子 多线程访问变量的时候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差错呢 这里边有两个线程一个是线程A一个线程B 列出了一个对变量的重取的过程 那么线程A先把变量读到寄存器中 然后寄存器加E最后又把寄存器的内容写回到内存中 那么线程B呢在不该发生的时候采取了一个措施 当线程A对寄存器的内容加E的时候 线程B反而去读取了变量A 那么这个变量A呢其实现在还读的是原来的数 因为这个线程A还没操作完成 所以呢线程B读取的时候呢还是原来的一个数 然后它也进行一个加E操作 所以最后线程A和线程B执行的最终结果都是进行了加E 那么最后结果都是6 很明显这个产生一个误区 这个本来的效果应该是你加了E我也加了E 那么最后产生的结果应该是7 而在这个例子里边它最后的结果变成一个6 这就是一个多线程在访问编量之后产生一个很不恰当的操作 那么这个例子我用程序很难去模仿它 我就把这个例子放大一点 我去修改一个普通的变量 我来修改一个结构体 那么这个样子我就可以模仿出这个两个线程交叉操作的一个过程 我来简单的写一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非常简单 所以我就不给大家列一个程序的大纲了 直接来写这个程序就行了 我定义一个结构体 首先 先把起的名字 给它来几个成员变量 ID 然后再来一个年龄 再来一个名字 这个例子 大家不要太纠结于结构体的成员变量 这个结构体成员变量我是瞎起的 为了操作的时候方便 都要它弄成一个整数 然后我再来一个区域别的按 接下来我来写两个新线程的启动历程 在这个新线程里边我执行一下操作 给这个结构体复制 不停的去修改它 然后我把这个设计的启动历程的启动历程 出去了用问题 用ID 图尔街不等于age 或者另外一种情况 ID不等于内 或者age不等于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因为待会我还有一个新的线程 去修改他的三个别料 所以很有可能 如果交叉操作 像这个样子交叉操作的话 你在修改ID的时候 我去修改了内蒙 这个时候就造成了ID和内蒙不相等 而实际上我在操作的时候要保证了 因为ID内蒙 ID都等于别料i 将来呢 待会你修改一下的话 这三个别料应该是相等的 一旦不相等 那就出了问题了 打印一下 买3个 让第三个成员 打印出来 然后呢 我推出这个死顺环 让这个返回值 那么第二个成员 同样进行的是第一个成员的操作 所以我复制一下就行了 改一下名字 改一下名字 改成fax2 它同样的进行的是这个操作 去修改这个结构体 接下来 接下来我修写主传数 创造两个新现成就可以了 首先肯定是需要两个变料 和选择 接下来我们就创造 p7 pytanie 这些的 p7 p8 然后需要对创造判断 如果创造失败我们就退出了 我经常打这一块打得我都自己都有点腻了 然后再辅助一下 粘贴了最后给上一个写上2修改一下 放下一个写上2 最后我休眠 我不休眠了 我直接调用一个t-stress状 因为新现成它是一个死状态 我要等到新现成结束 一直让它执行的 这个p-stress状态说 就等待现成 一直到它完了以后 组写成它的直行 OK 最后应该差不多了 我们来编译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别忘了那边写的酷 别忘了那边写的酷 执行一下 怎么会有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 哪里抽一点问题 我这里面呢 对这个变量少一个操作 迈迈这些完以后 按一个加加 我们来重新执行一下 大家看到了 打出一个锁 是不一样的 id age name 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再执行一下 同样 每次推出呢 都是有东西不一样的 那这个地方id 而是怎么走 然后a讲的内容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效果呢 就是因为现成的不停的调度 那么第一个现成 它在修改其中的一个成员变量的时候 那么第二个现成再修改另一个成员变量 那么我们对这个结构体的操作 应该要求是一个整体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嘛 所以我们操作的时候 应该是整体去操作 如果没有一个同步机制 让这三个东西变成一个原子操作的话 那么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最后导致了id变了 然后age去跟着别人走了 那我们又跟着另外一个人走了 这又产生一个问题 所以呢 在多现成的操作变量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同步的机制 保证一些操作呢 在之前的时候 另外一些操作 它是无法执行的